HELLO 大家好 我是瓦瓦啦 那... 剛剛喜歡吵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冷知識喔 這是在RTA上面算是比較冷門的一個攻擊條的知識 這邊先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之後我會來稍微開一些些這種 可能更偏向我在做的事情 就是教學這件事情的一個... 呃...系列啦 畢竟我們原本已經少了公會戰的系列嘛 好啦 那... 呃...這邊先想要提的呢 就是這個速度因子的部分 我們已經之前提過了速度因子的計算模式嘛 所以我們這邊很快很迅速的先帶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第一個 所有的魔靈呢怎麼樣會行動 就是攻擊條跑滿之後就會開始行動 那攻擊條如何計算的 就是用速度因子 用你身上這個你的魔靈的速度乘以0.07為每一個速度因子 舉例 一隻總速度100的角色他每一次跳動格子就是7%的這個攻擊條 那直到他跳跳跳跳跳跳跳到超過100%的時候 他就會行動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 那就是這個 呃...速度因子攻擊條是可以溢滿的 溢滿之後呢會以 溢滿後 呃...攻條速度因子累積比較多的優先出手 那當然這邊還要再講第三件事情呢就是 暴走是不會累積速度因子的 呃...速度因子每一次有角色動完之後呢 下...就是全體就會加一格的速度因子 然後加完後如果沒有人可以行動 就會再繼續加一格 加到有人可以行動為止 好啦 那...目前我們講完這邊之後 這邊應該都是以前就學過的知識嘛 那這邊我們要來講的呢 就是這個速度因子的部分了 其實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在打RTA的時候 這種吸攻條、退攻條、拉攻條 還有這個...呃... 吸攻條、退攻...啊...沒了 就這三種模式 其實你會... 大家有沒有覺得特別煩 那甚至是在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發現說 你好像在打RTA的時候很容易被插隊 這邊呢 是因為其實可能大家根本沒有注意到 呃...甚至這件事情也只是就觀察而言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直接實際觀察 那就是... RTA的速度因子跳動 只有一般的...四分之一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你原本 如果你每一次速度因子跳完是跳10% 在RTA就只會跳2.5% 代表什麼? 我有一隻角色 行動...假設我使用了拉攻條的技能 我使用完拉攻條之後 在沒有暴走的情況下 我使用完拉攻條之後 全體攻擊條 我...呃... 這隻角色 我指定目標攻擊條加了30%之後呢 下一個行動 應該大家會一起加... 呃...一個速度因子嘛 那...平常情況下 我的一隻角色 我的一隻一百速的角色 我會加7%的攻擊條 但是在RTA就只會加什麼? 就只會加到 7除以4 1.75%的攻擊條 有沒有發現 這時候代表說拉條 吸條 退條的一個效益 直接增加了4倍 來我們這邊直接來去觀察這個... 這個... 比賽喔 我們就隨便找一場來看看 然後那這邊的話呢 來我們看喔 這邊 這裡沒問題 好...那這邊的話我會稍微放慢一下速度喔 好...我們這邊可以看 好... 來...剛剛那邊應該是最明顯的 喔...我這邊應該... 這邊應該大家會聽到我的聲音 然後...我後面應該是會慢動作放的 大家可以看到剛剛那地方 光德的攻擊條 有沒有...跳得超級少喔 來...我們這邊直接換... 我們這邊直接換成... 一般情況下 大家可以看光德的攻擊條會跳多少 好啦...來...這邊 來...我們看一下喔 我這邊拉完 好...這邊我先動 來...看喔...這邊 好...這裡有一次在攻擊條 來...看喔 現在我攻擊條長這樣子喔 這是我現在攻擊條長這樣子喔 然後我現在...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會跳一次的速度音質 我們可以看...跳多少 來...這邊 登... 有沒有...有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發現這個 這個格子差非常非常多 跟剛剛在RTA模式上面 這個...跳動的比例 是有一段差距的 所以在RTA的時候 所謂的吸攻擊條 退攻擊條 拉攻擊條 的一個效益 都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明顯 好啦... 這就是今天我們要介紹的一個RTA忍智 所以其實在RTA打速控隊的話 如果你沒有去針對... 呃... 或者你選了這種... 呃... 三反擊火系 如果你沒有做這些反制的話 正常情況下 如果你是走純坦隊 你真的在RTA會被控到不要不要的喔 好啦...那這是一個小小的忍智識 分享給大家 那... 我們之後會再來多分享一些這些小知識 或者是一些... 這種... 呃...我自己想到的... 當然這是有... 這個... 其他的朋友們 提供給我的一些想法 就是... 我會來做一些... 小知識的一個問答喔 來增加大家對魔靈的一些理解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短片... 短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告一個段落了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 掰掰